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个漏法冲冠 对于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 化工为私 没有人不反感 不痛恨的 因此在全球 都有一套反腐的机制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一党独裁的国家 屡屡发起反腐的运动 但是这种反腐的运动 最后的结果是越反越腐 最后党由于腐败 像癌细胞扩散一样 最后无法遏制 在一种非常惨烈 非常不堪的这种结局中 一党专制被结束 而相反的来说 这些民主国家 尽管腐败这个词很少被提起 但是由于民主体制 它那种本身的反腐 防腐 消灭腐败的这种功能 而这种功能 而这种的腐败啊 往往它是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即使偶尔出现 它也很快就得到了消除 得到了遏制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这是什么 也就是说是腐败 这个本身的基础 就是一党独裁 而一党独裁 如果我们认真 仔细的研究一下 这种一党独裁的这种体制 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腐败 今天我就在这里 给大家简单谈一下 一党独裁 为什么是最大的腐败 第一点 一党独裁 它是一种法统的腐败 就是国家法统的腐败 由于一党独裁 它将党的意志 党的利益 至于国家意志 国家利益 人民的意志 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因此 它就造成了一种巨大的腐败 巨大的扭曲 巨大的变态 比方 现在中国 中共啊 他们的 那个利益党的根本 这个理论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 中共的 这些领导人和党雅 他常常有一句口头语啊 就是 马列 是他们的那种老祖宗 就是说是 要 一个人要 去世了 要死了 他说要去见老祖宗 这见老祖宗啊 他不是 见 我们中国人讲的 真正意义上的 就是那个老祖宗 而是 他们的 党的鼻祖 就是马克思 列宁 当然也包括 恩格斯 斯大林 这我们就 觉得 奇怪了 为什么 一个 黄种人 要去 见白种人 老祖宗 是吧 这个 如果从党的 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我们就 不管了 这个或者 还可以 理解 但是 这种 说法 蔓延到了 中国的 那个整个社会 这就不得不令人 感觉到 那个痛心了 一个具有 五千年 悠久文化 历史的 堂堂的 那个华夏布国 这些 阳黄子孙 为什么 要认一个 蓝眼睛 黄头发的 那个白种人 做自己的 祖宗 这个 这不是 背叛 是什么 是吧 这不是那个 国家 整个 这个 那个 道德 那个价值啊 最大 错了 是什么 所以啊 这种 一党 独裁 它就会造成 这种 罚统的腐败 这是 第一点 罚统的腐败 第二一点 一党独裁 它会造成一种 高度的 政治腐败 这种 政治腐败 就是 党权 完全 控制了 国家 所有的权力 党权 完全 控制了 整个社会 党不仅 控制了 政府 司法 军队 警察 金融 和那个 教育系统 还将 自己的 那个权力 伸展到了 这个民间生活的 各个角落 包括 那个 深入到了 夫妻 之间的 那个生活上面 这是一种 那个 严重的 对于那个社会 生活的 一种 控制 在这种 控制之下 一切 决策 都是黑箱 作业 一切 的 这种 政策 计划的 制定 都是 领导人的 拍脑 呆 意思 兴趣 都凭着 这一点 所以 这种 政治腐败 给中国 带来了 一个 有一个 灾难 历史上 我们看一下 就是 从 在 中国 历史上 他在 某些 程度上 这种 权力 他还受到了 黄泉 受到了很大的 制约和 控制 你像这种 唐宋慈奇的 三省制 这是很明显的 这个黄泉 他并不是 这个 为所欲为的 但是 一党独裁 尤其是 共产的 制度的 这种 一党独裁 造成的 这种 跟那个国家 造成的灾难 是非常多的 因为那个 关键的原因 就在 一党独裁 他 很大程度上 又表现为 领袖独裁 在一个 地方上 在一个单位 又表现为 他的那个 最高领导 一号领导人的 这种独裁 这种独裁 造成的结果 不仅仅 是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出于这种 被楼异的 这么一种状态 而且即使在 他那个党内 他的那个 普通的党员 普通的干部 一直于高级干部 他也 缺乏 独立的意志 缺乏 这种客观的判断 这就是 这一些 具体的表现 就是在 现在 58年 这个大跃进 给中国造成了 非常大的灾难 59年 彭德和楼三 会议上 他从 国家利益 另外 也是从 他们那个党的 这个统治的 这个 这一点的 出发 向毛泽东提出 那个嫌疑 大家知道 彭德怀 最后是冤死于衷 刘少奇 在三年困难的时期 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一些担忧 刘少奇最后 也是 被迫和 这死 这个就 说明了一个 什么问题 就是说 在一党 独裁的 这种体制下 你 考虑 国家的 那个 利益 考虑 社会的利益 一旦 处犯了 党的利益 那么 你会受到 严厉的处犯 在高一点 那种层次 你考虑 党的利益 你处犯到了 领袖的威信 你都会受到 严厉的 惩处 这不仅在 独裁的毛泽东 时期 有这种表现 就是在 专制的 邓小平时期 大家也知道 胡耀邦 和赵紫阳 两个人 他们其实当时 很大程度上 也是站在 维护共产党 这个合法统治的 这个 前提下 这个立场上 最后 除了邓小平 这两个人 也最后 都受到了罢免 一个被欺死 一个被 阮俊儿死 这就是 一党独裁 他在那个 政治上 那个巨大的 独裁性 专制性 是吧 但是 一党独裁 他在某种程度上 有 非常会的 对自己进行包装 这种 进行包装 一个 他就 讲 党的路下方 这些政策 是吧 另外一个 在一个 更高一个的 更容易迷惑人的 这种 表现形式 一个 是体现为国家法律 好像 这个 党的意志 在法律中 得到体现 而且 那个国家的 如果说 一些人 你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那你好像是 你是 这个 本身 你自己 从 这个国家 那个统治的 这个 这个层面 你自己 受到的 惩处 但其实 这是一种 本身 就是一种 党得 那种 意志的 这个 那个冲突 你就会受到 法律 那种 的 惩处 第二个 他还会从 那个学术的角度 进行 包装 你像 一些 那个党的意志 甚至 就更多 情况下 那个 领袖的意志 他也用 学术进行 包装 你像现在 中国的 那个学术界 一些 所谓的 专家 学者 社会上 普遍 都有一种 误解 觉得这些人 他代表着一种 科学 代表着一种 正义 代表着 一种 专业的判断 其实 中国 像这一些 这些文科领域的 一些学者 这些 所谓的 研究者 你像 政治学 经济学 法学 新闻学 等等 这方面的学者 他们其实 这个 所谓的 理论分析 他就是为 党的路线 方式政策 被输 为党的 这个领导人的 那个 指示 被输 是吧 当然这也不是说 是全部是 那个 党的 中央层面的 就包括 那个地方 包括 一些 下层的 下级的 单位 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 有不同层次 的秀才 像 黄岡 这些秀才 他就为 党中央 的一些 想法 背书 甚至 是一种 上于所好 下于 必顺厌的 这样一种 背书 再到 省一级 下面 市一级的 许多的 专业学者 也 其实 也是在为 从上到下 这些 头头们的 一些 思想 这些观点 做理论包装 做 学术 站台的 因此 就是说 这种 在一党 专制之下 这种 学术 也是 和他的法律 一样 很不靠谱的 这种 一党专制下的 法律 是党法 这种 学术 也是 什么 这种 党德 这种 一种 理论的 党的 一种 想法 或者 个别领导人 一种 意志的 体现 这种 一党专制 一党 独裁 政治上的 这种 腐败 它就是 从 他们 一党 完全控制 之外 它表现为 另外一个方面 表现为 不符合 党的 意志 不顺从 领导人 个人 意志 和利益的 其他人 受到 全面的 打压 是吧 我们知道 以前啊 为了 党的 利益 凡是不符合 党的 利益 或者 需要对你 进行 打压 的时候 他会有一系列的 这种 说法 阶级敌人 异议人士 这些 有些人 他是 还有他自己 独立的 意志 和党的 意志 党的 思想观念 发生了冲突 有些人 纯粹 是 一种 根本 说不上来 也会 达着 思想意志 进行对立的人 比方说 像土改的时候 这些地主 像公司 合营的 这些资本家 他们本来 都是一些 生产组织者 但是 党 为了 去 体现 他们 没收 你财产的 这种 合体性 那么也就要对这些人进行 妖魔化 要将你 打到 这个 党 国家 和社会 对里面去 所以 这种 政治的腐败 这是表现 高度的黑暗 和转横 这是 第二点 政治腐败 第三点 一党专制 它 那个 体现 就是 高度的 经济腐败 现在 我们 回顾一下 这些 专制国家 一党专制的 这些国家 尤其这是 共产专制的 这些国家 我们知道 这些 除了 政府 以外 它的 党务系统 全部由 社会养活 社会 为它 党务系统 支持 一个 巨大的 这种 资金方面的 付出 像最近 贵州大学的 杨绍正教授 就提出的 理论 他由此 被 贵州大学 开除了 他的研究成果 是这样子 就是 中国 大概有 两千万 的 党务人员 和 外围的 党的 社会组织 这两千万人 每年要 耗费 国家 的税金 是二十亿元 而这二十亿元 摊到中国 每个人的 头上 就无论 这个八九十岁的老人 还吓到 这种 刚刚出生的 这些婴儿 把这些人 人头都算进去的话 每人 每年 要为 这些 党务系统的人 支付的 钱财 是一万五千块钱 这不是一个其他的 我们目前 一般意义上 看到的 是哪个贪污腐败分子 贪污几千万几百万 这种腐败 所能相比的 由于这种 经济腐败 它就是一种 制度性的 一种体制性的腐败 这种腐败 即使从 党务系统来看 已经非常可怕 但是 这种 经济腐败 还不仅仅 自于此 在一党专制的 统治下 整个社会的 运作系统 整个社会的 管理机构 包括政府 司法机关 军队等等 这种军警 都是 党的机构 本质上 都是党的机构 军队是党军 学校是党校 警察是党警 按说这些人 既然都是党的工具 党的机构 你本来就应该 由党筹措资金 筹措那个党费 来养活这些人 但是 我们知道 从二十世纪开始 所有的 共产党的国家 这些都是全部由国家税务养活 这就不要说他们在国家财政养活 他们这些人之外 那种巨大的贪腐了 是吧 仅仅就有国家财政这边的支出 这些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吧 所以这种从本质上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经济腐败 这个 第四一点 就在一党独裁之下 有一种文化腐败 这种文化腐败 集中表现的那个一点 就是扭曲常识 是吧 把一些那个 本来 黑的东西 说成白的 而白的东西 又说成黑的 这就是 一党的独裁 一种最大的 文化腐败的表现形式 是吧 让那个是非曲直 全部扭曲 由于 党的这种意志 控制着 整个国家 控制着 老百姓的 这个价值判断 因此 往往 很多那个拍马 流血之徒 这些人 他有这种 巨大的上升空间 这样 这些人 在举取权力 经济利益的同时 他也举取了 许许多多 荣誉 而一些 正直之士 反而 受到打压 是吧 不仅 政治经济上 受到打压 在人格 和尊严上面 也受到打压 大家平常 经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这个 这句话里面 就弄了一种 非常腐败的 很大 颠倒是非 的成本 你比方说 有一句话 叫做 海外反华实力 海外反华实力 目前这些人 其实是一批 真正 很爱国的人 是吧 这些人 他为了国家 前途的命运 得 忧虑 再提出自己的 见解 提出自己的 看法 对不合理的 社会现实 做出批评 本来 他是从 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 从这点上 出发 才发生的 如果说是 他又 真正考虑自己的利益 他用不着在这方面 去惹麻烦 但是 这批人 却被 冠上了一个 很 很不体面的 那个 这样一个 帽子 反华实力 他反了什么 华 所谓反华嘛 就反对 中华 反对中国嘛 他反对什么 他反对了 那个 诬蔑了 是吧 污名化了 中国的历史吗 是吧 辱骂了中国的 这些 那个老百姓吗 是吧 辱骂了我们的 那个民族英雄 辱骂了中国 整个历史上的 那个 这些 杰出人士吗 是吧 他否定了 这些人吗 他是 制造 假疫苗 制造 毒奶粉了 用这些东西来 害自己的国家 是吧 恐怕不是吧 相反 那些 曾经 绝黄帝灵 绝 孔灵 将 中国的传统文化 破坏的 这些传统文化 遗迹 破坏殆尽的 这些人 到现在 经过 又一个包装 却占据了中国 这种文化 道德的 制高点 而且 这一点 还影响到了 整个社会 以我的 例子来说 我提倡 中国 尽快 恢复 中国 人意 理智 信的 这些 儒家的 这些价值 而对 马列主义 这些 说 进行清算 就有人 将 这些 话语 贴上 汉奸 卖国贼 这样的 表情 可见 中国 目前 由一党 独裁 造成的 文化 腐败 颠倒 到了何等 地步 今天 我们就 对 一党 独裁 造成的 腐败 从四点上 继续去 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望维 读者网 see readers.net 海外华人的 网络精神 家园 24小时 及时 新闻 追击 全面 公正 客观 只要有 华人的地方 就会有 望维 读者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